当时我们这边是要第一次全员做核酸 然后我跟我的室友 我们就想我们这边小区有1800多个人 如果我们都要同一天做核酸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大安排 现在可能最有困难的是不太会中文 然后他们没办法还购啊 或者是跟他们的小区沟通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翻译软件 但是我们也知道翻译软件 就是虽然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不能特别完美 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 比如说上次我们居围的一个人就说了 他寄到了我们小区有没有阳性 但是太庸的那个词是那个羊 就是那个动物那个羊 然后那我们的外国居民 他用微信字节翻译了 就翻译成sheep 然后翻译成什么我们的市区有sheep 然后他们就想了是什么是团购了吗 团购羊肉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那我就出来跟他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词 然后其实没有羊肉池的 很可惜 而且我父母他们来过中国好几次 他们也特别喜欢这里 我妈都说上海是他第二个家 我是法国人嘛 然后我们在法国从小都要开始学英语的 然后也要初中的时候也要学其他外语 包括可以选择西班牙语啊德语啊 当时我这个学校才有中文 然后我觉得就是信号我当时选了中文这本语言 因为虽然我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我学了英语西班牙语 后来也学了一点日语啊 学了一点俄语等等 但是其实现在我用的最多的语言 除了法语 法语也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中文是我用的 基本上我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青年的选择 可以就是可以定义你的一生 有一些事情可能疫情之前我们看的觉得是 力所当然的是就是我们商务中的一部分 我们也不会去把它看大 但是现在又有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上次我帮我一个邻居用我的烤箱 给他烤点羊肉 因为他家里没办法去烤这个肉 然后他非常开心 然后后来把肉给他了之后 他就给我了一瓶可乐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他有羊肉可以吃 我有可乐可以喝 然后这样的是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动作 很小的一个东西 是让一个人开心一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